我們來談互動 現在我把整個互動分成三個層次 剛才給各位看一堆有的沒有的東西 你要讓概念 我們先把它做某種邏輯化的東西 一個叫什麼?同層的護文 一個從淺文本到深文本 一個叫什麼?同層 同層的什麼?的補充 這三種文本的呈現狀態 這三種文本的呈現狀態 都讓我們有機會去用到互動這個概念 一個互動的概念 有個互動 這個互動的概念如果用到文本上 通常不外乎是這三種文本在運作過程中的狀況 什麼叫同層互文? 我剛才給各位講過了 這邊是一個video 這邊是文字 它這兩個不同的媒介 是在文本分成的同一層 但這兩個是什麼? 抑制性的媒介 抑制 抑制性的媒介 這個是照片 這個是文字 這兩個的運作過程當中 本身就會產生什麼? 互動 對不對? 意義就會產生互動 換句話說 互動不一定要JavaScript的程式 那當然是一種 一種最簡單就是我上課講的 所謂的圖文整合的寫法 它的本身就是一種理解上的互動 它本身就是理解上的互動 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什麼? 同層的互文 這個東西 在同一層 同一層的狀況之下 不同的媒介 彼此互文 這是一種概念 第二種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剛才講的 看到那個 有一個menu bar 有沒有? 比方說這邊是Chrome 剛才我們有講 然後 滑阻一移過來 下面就跑出來 對不對? 下面就跑出來 不對 這個地方是這個 現在這個東西就是同層的補充 Chrome 然後你一拉過來 這邊就跑出來 有沒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它們在視覺上其實在同一層 但這個東西 是對它進行補充 是這樣子 一個更細節的東西 一個更細節更多的東西 透過互動的機制 這個地方就有互動 滑鼠移過來 往下拉 跑出來 有沒有? 直接往下拉 這個地方真的就需要一點什麼 互動的什麼技術 真的要 那一個不用 這個要 那這個互動的技術呢 它的目的就要創造 同層之間 同層之間 就是同一層 可是呢 有一個什麼補充 我這邊的文本 我這邊的訊息跟資料 對這個東西進行補充 這是一種東西 從淺文本到深文本 就是我們平常看到最簡單的有沒有 那個叫什麼 超連結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有個超連結 這邊有個超連結 超連結 超連結我們通常一按 它就往下跳 跳到一個更豐富的訊息 對它進行說明 這個文本 這個字 這個概念通常比較淺 因為它比較淺 我們要對它進行更深的說明 是這樣子 比較淺的文字 我們要對它進行更深的說明 這種狀況之下 通常我們就要用它什麼 超連結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叫做淺文本到深文本 通常這個東西都是所謂超連結這個技術面 往下滑往下跑出來的東西 而這個東西呢 只會同層的補充 我們上課會講到的JavaScript 就會用的比較多 花族移過來啊 這邊可能變化一下 兩張圖互相變化 有沒有相關那個 對不對 兩張照片啊 我花族移過來 就會換到另外一張照片 它其實是同一層嘛 對不對 同一個文本層 是同一個概念 只是在有限的空間當中 透過JavaScript 創造更豐富的什麼 解釋跟說明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互動的整個文本的展現 大概呢 有機會把它區分為這三種東西 有機會聽一聽喔 要把它記下來 只有我講啊 其他書沒有 我跟你保證 因為這是我昨天才想到的 昨天搞了半天 好像真的是給你整理出來 想一想還真的是這樣子 大概不外乎這三個模式嘛 我至少研究到現象 同層的一直性文本的互相補充 這個是護文 同層護文 這個同層補充 我還想很久 才把名詞想出來 這是一直性的嘛 才能護文 這個是華主移過來 通常你的文本不一定是一直性 文字對文字補充 對不對 照片對照片補充 你當然也可以一直進去 通常在有限的空間之內 它會產生變化 就會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從淺文本到深文本 這三種都可以創造什麼 互動的概念跟互動的模式 就是在整個數位文本當中 而這三種所用到的技術 基本上規劃出來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你理解這樣子的概念 你就會知道說OK 那我在思考文本的互動過程當中 我跟技術的關係是怎麼樣 這個要的就是什麼 我常講的圖文整合的寫法 對不對 這個課我教的比較多 從大一上到現在 我畫了優力心在上圖文整合怎麼寫 對不對 圖跟文要怎麼寫 這個有技巧的 不是說會就會的 然後這個是從淺文本到深文本 就是什麼我們常講的超連結 對外的超連結跟對內的超連結 我們的那個小事件要求 就要求到這兩個而已 因為那是三年前我發明的規則 三年前還沒有想完這個 所以你們比較好命 再過幾年我就會要求這個 對不對 加寫法給我弄進去 現在就完整了 講個理論上系統就變成完整 好這上來這邊謝謝各位